我说怎么辉哥完蛋仔派对了 原来是不怕老六了 辉哥还有个致命伤 你们别忘了 哦 我想起来了辉哥手欠 哎 你看 又搁着嘀咕呢 是 我承认 当初我是出了门的手欠 但是现在改了啊 不信你们往这看 千万别手欠 八十万人玩过 但通关率只有2.68% 为了证明我不手欠 咱们直接开始挑战 作者还给了提示 注意 从你看到告示排气 规则就生效 哦 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第一关 禁止跳跃 行啊 我本可以不跳 但是为了防止这图6我 我跳一下来个测试行不行 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子 啊 行 确定了啊 这关是真的不让跳 那我放心了 坦然的向前走就行 行 行吗这 这也没路了呀 而且我还不能跳 大哥 你这让我怎么过去啊 难不成侧边有隐藏的路 啊 啊 擦 是我想多了 哈哈 那总不会是直接往前走吧 啊 啊 行 啊原来就这么简单呢 不过 接下来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前面的板子要高出一截 又不让跳 或者 来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咱 作者你真是个老六 果然不负众望 首先和老六地图相结合 确实让我措手不及呀 第二关 五 什么意思啊 没有限制了啊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可以跳了呗 你不是说五吗 为什么不能跳 来 你也给我解释解释 第二关 只能执行 真 好家伙 那我懂了 那咱这也不用测试了 应该是真的只能执行 可是这个告示板是假的呗 是 是 继续来啊 呃 执行 那执行的话 那我转一下视角 这是不是也算执行呀 擦 又自作聪明了 等等 他说是只能执行 又不是不可以跳对吧 嗨 那这不就简单多了呀 咱们一直向前跳就行 你运我啊 嗯 我是不是过关了 是啊 哎呀 吓我一跳 我以为又是挂了呢 过分 太过分了 外部的通关率只有2%点多 可谁 这谁受得了呀这 怎么着 心太扎了 想跑 哎 你别瞎说啊 我可没想跑 这点套路对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兄弟们要是不点赞 大队伍的威胁可就大了呀 嘿嘿嘿嘿嘿嘿 兄弟们可否赏个光 往这点个赞 下次一定 别呀 大家只要常点赞 我就接受你们的任何地图挑战 咱们呀 啊 哎 你们看 这脚下竟然还有一个传送门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通往下一关的大门 咱 妈的人呐 不是 我怎么挂的呀这 第三关千万不能动 啊这 你刚才也没说呀 好 这次我不动 我看你能怎么着 想啥呢 路在前面呢 嗨 我就说嘛 你这不能动 为什么还要告诉我路在前面 你这不诚心的吗 你这 再来 不管他说什么啊 这次我必不可能动 你瞧瞧 这不就到终点了吗 我又被骗了 四哥 你着什么急呀 没看见前面还有东西呢 这么专注的时候 谁能在意别的东西呀 不动啊 我不动 只要看不到过关了这三个字 我是不可能动的 服了服了 这图又溜又狗 有缘咱们下期再见